我們來看回答 回答昨天 我們看到它的股價 也是狂飆了 百分之四點五七 感覺好像一掃之前 那個陰霾 好 那但是明明就有一點 壞消息 因為法國說 你這個什麼地表 最強AI晶片 可能 他要開始查你反壟斷了 你太強了 好 這會不會影響到 它的股價 我們要怎麼觀察回答 趕快有請聽 你說這個進蘋果手機 那的確會對於 蘋果造成賣壓 可是如果你 進現在地表 最強的AI晶片 那它以後就不出口 到歐洲市場 所以我們基本上 會了解到 即便反壟斷 現在在法國 正式開始調查 但是有可能 在結局當中 並不是一定 完全有利於歐盟 歐盟在過去 很常搞這一種手段 事實上最後 都逃不到什麼好處 所以我們真實 要看的是什麼 全球的景氣需求 有沒有產生重大改變 那事實上 在2023年 所以我們不用管歐盟 其實不用管歐盟 不用管它 因為你看的是景氣 它如果吃不到訂單 那最後訂單 就會從美國市場 或者台灣市場 奪走 所以你看AI GPU的部分 在2023年 當年度是賣了 大概有25萬台左右 今年預估會到50萬台 明年呢 現在的股價 不會再反映今年了 今年已經反映差不多了 明年預估大概是挑戰 80萬到90萬台左右 尤其在GP200的部分 尤其單價的快速從高 預估成長幅度 是直接高達6倍 所以賣的台數 雖然沒有增長這麼多 可是賣的單價變貴了 過去我們看 台積電在過去2023年 以前針對AI伺服器的出貨 大部分是採用4奈米到5奈米工藝 那明年或者說我們講的 今年年底的GP200 採用的就是全面3奈米工藝 單價也調高 所以台積電單價調高 揮達單價也調高 揮達想要漲價 所以故意去跟台積電說 你弄賣貴一點 這樣我合理的告訴我的人 可以說 你看因為台積電變貴了 所以我要變貴了 是這樣嗎 沒錯 這有點像那個房東 租金價格我要漲2000 問題是水電只漲100而已 讓我自己漲更多 但你可以描織到的一個具體跡象 就是那對於台廠而言 它勢必就要導致AI伺服器 整體下單量不要減少 那我們就要確認 到底這些下單者 它本身的營收獲利好不好 為什麼 因為我們必須承認 就目前標普百指數來看 大概有7支股票 7大科技巨頭 目前獲利在高速上行 可是剩下的493支股票 目前獲利還在年減 所以不是每家企業 都有這麼多錢 可以買AI伺服器 我們必須看到 上游端的資本支出 不能減少 才能夠確定 輝達的訂單 和台積電的訂單 仍然能夠持續向上 那現在在整個2024年 AI伺服器的需求當中 目前最大的需求者 分別是兩家 微軟 亞馬遜 以及Google 還有Meta 所以看得出來 只要這幾家 它的資本支出沒有下滑 基本上我們就可以確定 訂單一定拿得到 那我們看下一頁 具體留意 到底有多少資金 資本支出正在開始釋出 亞馬遜的部分 今年的資本支出是620億 這麼多 去年只有528億 增加 所以增加 微軟的部分今年是500億 去年只有420億 增加 Google的部分 今年資本支出480億 去年323億 臉書今年400億 去年只有280億 增加最多了 所以總計來看 今年這四大科技 科技股的總體資本支出 大概是2000億 年增幅是高達三成 說明這些訂單 一定會實打實的 灌入到 實質灰達的貸草 或者台積電的貸草 所以我們真實 有時候要理解 這很多人會想說 我覺得現在消費市場 沒有很好 你看那個Nike財報 鞋子好像賣得 也不是特別好 消費市場沒有想像中 來得亮麗 可是我們要清楚知道 台積電現在針對 所有訂單的拉台 它不完全反映 是反映AIPC AI手機 它現在反映的是上游端 所以現在是在整個 AI伺服器的 基礎建設的建制鏈 只要基礎建設 資本支出還在投 台積電的股價 就有持續所推升的動力 所以我們不是第一次 看到台積電股價 今年創造歷史新高了 也不會是在今年最後一次 給投資面做些觀察 好 那我們具體往下留意 說那我們下半年 正在期待的是什麼呢 如果AI伺服器 照剛才的預估 大家都知道這件事情 大家都知道訂單會有多少 大家都知道 你接下來採用的 AI伺服器是三奈米工藝 那下半年 要如何讓台積電 有更新一步的預期呢 那很簡單 那就不能只有 上游端的伺服器 下游端的AIPC AI手機 也要賣得夠好 所以你看到 其實各大廠區 科技股幾大天皇 其實都陸續跟AI產生了聯繫 微軟 它追出的OpenAI Google的Bud Amazon的雲端資料中心 蘋果的AI手機 i16也即將在9月份推出 那重點是什麼 就連過去 沉寂已久的特斯拉 在最近一段時間 都很明顯 不管是在除能系統 業務營收的拉抬 還是針對接下來 AI FSD即將授權 以及Aptimus AI機器人即將的推出 都足以彰顯著 各大廠區 即將都跟AI掛鉤 那有一個趨勢是什麼呢 這個趨勢就是從 由原本的上游端 資本支出端 開始往AIPC AI手機的 中端市場來推動 所以以後真的看到 什麼AI冰箱 AI熱水壺 其實都不用太意外了 為什麼 因為現在市場上 就即將要反映 這樣的一個題材 OK 那我們再具體往下看 如果從AI市場來做了解 那就說明著 到底整個訂單 吃下了會有多少 剛才我們有聊到說 因為輝達的部分 它不只是硬體上 有所領先 它整個軟體服務 整個package 基本上它是已經 長年期的壟斷 所以換句話說 輝達短期內 也沒那麼容易取代 那接下來輝達的訂單 它會不會有 適度的訂單 開始進行風險分散 流到Intel或者三星 這個是我們值得觀察的 為什麼呢 因為按照目前先進製程 擁有3奈米工藝的技術 就是這三家廠商 Intel 台積電和Sansung 但目前來看 Intel在今年下半年 應該是不會有 3奈米量產計畫了 看起來廠區 建得還不夠快 那台積電的部分 預估今年就可以進入到 顯著量產 並且進行2奈米研發 那麼三星的部分 現在3奈米 其實也可以量產 只不過呢 良率目前還不夠高 我們不確定 回答會不會有訂單的移轉 目前看起來還沒有 所以這是值得 大家留意的方向 那最終一件事情 就是那市場 我們剛才討論的 這些事情 市場到底 認不認為它是一個利多 到底市場 有沒有因為這些消息 而大規模的上車 答案是沒有 大多數人仍然認為 現在是居高思維的時刻 多數人看到台積電 從600到700到800到900到1000 多數人想到的是獲利了結 或者趕快下車 怎麼說呢 我們看到在當時 2022年11月份 就是本輪熊市的最低點 當時台積電的股東人數 是149萬 382 382塊 那到2023年6月份 過了半年 下滑到122萬人 減少了560萬 560塊 那到去年年底 是119萬人 漲到580塊 那到現在 2024年6月份 現在只剩下116萬人 現在股價已經挑戰7年了 所以台積電越漲 它的股東人數越少 減少了30萬 所以我們幾乎可以彰顯一件事情 我們不得不說 台北股市今年的內資是真的強 可是內資拿出來的錢 並不是拿去買台積電 是拿去買高股息ETF 它足以彰顯 台北股市的內資 它更像是那種保單解約以後 我去找那個 有沒有穩定領息的標的 这一種資產的更換 而並不是對賭整個景氣的上行 這是對於台北股市的內資而言 多數人沒有在車上 台積電上千元 下車的人越來越多 那第二件事情是 針對美國股市 JP Morgan小摩 最新針對基金經理人的調查 只有35%的投資人 願意進行股票的持倉增加 65%都寧願進行前資 這說明什麼事情 不只是內資居高思維 海外市場也居高思維 標普派指數 都已經占到5000點的大關了 可是我們看到這張圖表 是所有投行的目標價 全部都在5000點以下 沒有人因此而調高目標價 所以我們基本上 可以完全的證明 現在市場上仍然在懷疑當中 人人都在居高思維 每個人都想上車 但是等不到 那更佐證 行情在半信半疑當中成長 我們要持續抱得住 對 就是回到一句挺好的老話 今年最大風險是你抱不住股票